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的執行長李芝蓉 那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對英文是台灣Youth Climate Coalition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自稱為Twick 所以等一下我講Twick的時候大家知道是台灣Youth Climate Coalition 那就是首先 真的要先感謝焦點還有善根 邀請我們到這邊來分享 那就是今天這個分享的場合 我覺得對我來說就是 特別的一點是 從前就在分享通常都是 可能是高中大學然後大家都是 可能是同事課然後不得不來聽 可是今天大家是 主動走出大家的宿舍 或者是甚至是公司辦公室 然後到這裡 就讓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 令我感動的場合 今天的分享其實 只有幾個就是小小的 目的 我在思考說就是 我可以跟給予大家什麼的時候 就其實有想到像 以台灣青年氣候聯盟這樣 這麼一個新的組織 就其實 能夠給的可能也不多 但是就是我們行動 為什麼行動 然後這些行動是怎麼開始的 我剛剛在就是其實在後面 有一邊聽 許多人的分享 甚至我介紹 然後就覺得天啊 這一群觀眾 為什麼連自我介紹這麼猛 我就覺得 這邊我覺得就是 一方面覺得感動 一方面覺得有點驚慌 那 今天我相信就是觀眾 有分大概是兩種人 第一種是就是來這邊 尋找一些行動的動力 然後另一群人 可能是就是今天自我介紹的時候 嚇到我的人 就是真的是已經自己開始做一些很了不起行動的人 那 希望今天來尋找動力的人 能夠就是透過分享 找到一些行動的理由 那希望就是原本就已經在做一些很棒的行動的人 能夠就是大家一起努力 就是給彼此力量 所以說我今天我剛剛說我的分享是 主題是行動的開始 所以就是我大概分為三個主題 行動的條件 行動的理由 最後是行動的目標 那在講行動的條件的時候 要先 有一個很醜的照片 大家突然被嚇到了 好 就要先跟大家分享一個小小的故事 就是 我在2011年的時候去南非 然後那時候是參加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 有幾個就是身邊的青年朋友 大家真的會開到壓力很大 然後就覺得 受不了 我們去跳傘吧 這時候大家就開了車 然後就衝進那個南非的 南非的那個大草原 然後我們就進了草原 跳傘是怎麼一回事呢 就是這裡有人跳傘過嗎 那我就 就是跳傘怎麼回事 就是 你會先上一台很小很小的飛機 然後裡面大概是只能容納六個人左右 然後這六個人是 欸不對 在一個司機 不是司機 那個機長 搞得很像開公車一樣 可是事實上不是 它是開小飛機 就是一個那個機長 然後你的教練在你背後 然後你自己 還有你的partner 以及你partner的教練 就這樣五個人 就在一個小飛機上面 完全塞滿 飛機的門 槍門是不會關的 然後就是從地上 然後就飛到很高很高 然後一開始你會覺得 就是你上飛機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呃 我到底在幹嘛 我真的很不想要跳 可是是不是 就是到了大概就是七八千公尺 我不知道有沒有那麼高 反正就是到很高的時候 你開始覺得 我覺得很冷 我真的超級想要跳 然後這時候 就是到了 就跳了前一刻的時候 你會迫不及待的覺得 快讓我下去吧 然後這時候呢 你就跳了 好 為什麼要講這個故事 喔 跳了之後 就四張照片的狀況 放太久了 不要嚇到大家 為什麼要講這個故事呢 是因為 就是跳傘這件事情 就很像 我們的故事 我相信任何 就是在在場 就是創業的團隊 應該都有非常類似的感覺 你在上這台小飛機的時候 你會覺得 這是一個賊船的概念嗎 我在一開始 這是我們第一個團隊 好 差不多是小飛機 可以塞得下的人數 那就是 為什麼會遇上這個團隊呢 其實是一個在 跟這個 現在這個場合很像的 很像的狀況之下 我是在 青大的一個分享會上 是 大家看到的照片上 就是右邊數來 第二個男生的分享會 在大家 他現在也在現場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 尋找米奇的概念 在左右看一下 然後這位男生 他叫張良一 那時候 他是和青大的一群 就是一群朋友們 參加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 然後回到台灣 舉辦分享會 那我在這樣子的場合上 遇見了良一 然後那時候 分享會完之後 我就到就是到 講台前問他說 我覺得你們做的事情 非常棒 我可不可以加入你們 然後隔一天 隔一天 隔一天我們就 開了一個就是 Skype會議 就是視訊會議 然後那時候 良一就說 好 那我幫你加入我們的 Google Group 然後就我們的 Google群組 然後就是 還有網站啊等等 然後後來 就是大家對於群組的概念 應該是有一群人吧 可是進去那個Google群組的時候 我發現 怎麼只有一個人在發文 原來這個團隊 就是一開始就是 這麼小一個團隊 就只是 真的有一個人想要做 然後找到另外 一兩個人 那這件事情就成功了 為什麼我說 他像小飛機呢 因為你在上了飛機的那一刻 你就嚇不來了 兩衣服要在場覺得很尷尬 但是神奇的事情 就在這時候發生了 我們一開始就是這麼三四個人 然後 但是就是在那一年的 同一年的暑假 有另一個英國的青年夥伴 來到了台灣 那大家可以在小學上 尋找這位青年 英國的青年 是不是有點 你晃來晃去 我是擋到你的吧 就是這位英國青年 他在圖片上 他穿著台灣的國旗 那為什麼 就是這位英國的青年 叫Danny 為什麼Danny會穿著台灣的國旗呢 他告訴我們 他原本是一個醫生 但是因為一位台灣的女生 就是在他讀醫學院的時候 不斷地告訴他 氣候變成全球暖化這件事情 讓他放棄醫生的職業 投入氣候變成 大家可以想想 就是你這樣一個人 影響下一個人 可以造成的蝴蝶效應有多麼的大 那Danny就是在那一年 2011年的時候 來到台灣 然後帶著他在英國青年 氣候聯盟的經驗 然後到台灣聚集了一群 一群有力量的青年 然後我們在那一年成立 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對了 那個英國女 他那時候鼓勵Danny 投入氣候變成那個英國女生 後來也就我們也找到他 叫Sarah 然後Sarah後來也到了 就是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我們大家一起 就是完成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有時候 創業啊 然後創立NGO 就是達成自己的夢想 有點像是 就是一個一個的巧合 然後也像是一種 連鎖反應 然後在同一年 同一年我們就是找了 更多就是有相關經驗的 國外的青年 然後舉辦了一個 亞洲的青年氣候論壇 但是 然後 就是那一年我覺得 有點有趣的是 為什麼我說 我說我分享是行動的條件呢 因為事實上我們 真的沒什麼條件 就是也沒什麼錢 然後就莫名其妙 邀請一些國外的青年 到台灣來分享 就只是因為我們真的很想做這件事情 然後 就是經過了前面的這些活動之後 就在那一年 就到了南非的氣候變遷會議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上面有一個客家滑布 這是我們在那一年的會議的時候 就是有許許多多在當地 在參加這個會議的青年 與我們一起拼湊出來的 然後我很想要一邊講一下 這些其他青年的故事 在澳洲有一個青年組織 叫做澳洲青年氣候聯盟 AYCC Australian Youth Climate Coalition 他們怎麼開始呢 他們是兩個女生 就兩個女生喔 就是組織了一個 一個這樣子的NGO 現在澳洲青年氣候聯盟 他們可以做到什麼事情 他們可以做到 讓他們的政府 讓他們政府不要去投資 那些化石燃料的發電廠 而轉而使用 轉而使用再生能源 這是他們現在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而英國青年氣候聯盟 他們在歐洲地區都能夠 就是有一些培訓 培訓其他歐洲的青年 去參與氣候談判 然後更 我覺得更有趣的是 美國 美國一群人叫做 350.org 現在就是台灣 兩岩也是在 350工作 就是350這一個組織 它要做什麼事情呢 他們能夠就是 他們透過 就是鼓勵他們的學校 不要使用 不要使用那個化石燃料 或是鼓勵把學校 鼓勵他們的學校 他們是一群學生 鼓勵他們學校 把他們的 就是學校的資產 就是抽離那些 化石燃料工廠 或化石燃料的發電廠 而就是造成 就是造成這些 發電廠的倒閉 是不是講話有點不順啊 對 然後你就會發現 原來國外青年 做到這麼多的事情 為什麼台灣 沒有一個屬於 我們自己的青年組織 那就是在這樣子 這樣子的激勵之下 我們回到 回到了台灣 然後儘管我們真的就是 什麼條件都沒有 我們還是在2012年的時候 正式立案 這是我們第一次的會員大會 大家可以看到 就也許有 就是也許許多 就是基金會會員大會 是在就是 什麼圓山飯店 然後就是吃得很好 我們是在客家小小店 然後就是 就我們就 就純粹是靠著夢想的勇氣 然後就成立了這個組織這樣 所以 第一個部分我要說的行動的條件呢 其實沒有什麼 就只是大家閉上眼 眾生一跳的勇氣而已 然後他的英文 我非常喜歡他的 就是那個 英文翻譯就是 a blind leap of faith 其實 行動的開始 需要的條件不多 就是 a blind leap of faith 好 這是4分鐘 剩下4分鐘的意思嗎 沒錯 天啊 講3分之2 好 無論如何呢 就剩下4分鐘 我還是要講一下氣候變遷 因為就是 行動的理由嘛 一定要就是 趁機置入行行銷一下 氣候變遷 為什麼 就我們行動的理由 是氣候變遷 但是氣候變遷還是要多講一點 就是大家知道 現在大氣中 我們安全的二氧化碳濃度 是多少呢 請回答 380些很好 大家都非常懂得看 上面的提示 可是事實上呢 這是一個以前的數據 所以事實上 現在已經超過了400ppm 但是我們要維持 我們的溫度上升在 2度C以內的話 我們其實現在已經 就是 冰零了 冰零了一個零界點 我們如果要 能夠控制溫度 在2度C以內 我們只剩下565Gt 有二氧化碳可以排 那 就是這麼困難的一個 這麼一個艱鉅的任務 國際上是怎麼處理這件事情呢 假設我們還可以排 這麼多的二氧化碳 這麼多的Quota 很高興大家現在還有在認真聽 就是 數據忍受一下 假設我們還有這麼多Quota 聯合國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他們放了一個 CAP 然後把這些 把我們可以排放的 排放二氧化碳 兩一一的去做分配 然後 把它當作一個一個的Credits 就是一個一個的碳的那種 好 這是Credits 不要逼我翻譯它 然後 在彼此國家之間可以去做交易 那這交易過程中呢 能夠得到 想得到碳權的人 可以得到碳權 想要得到金錢的人 可以得到金錢 然後你想要得到技術的人 可以得到技術 聽起來是一個非常完美的制度 但事實上 這之中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呢 就是這個事件 你在把一些東西自由化的時候 就會產生了許多漏洞 那 結果就是 事實上 它會加深我們的貧富差距 甚至 它也沒有改變原本的問題 台灣青年 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為什麼會針對這件事情 就是 我們為什麼會針對這件事情 而產生這麼大的行動呢 我想要分享一個故事 雖然說 時間真的不多 就是 我們在 在國外的時候 有一個 那個 紐西蘭青年 我們要在 想要在台上去 等於是有一個青年的發言 然後我們在 撰寫那個稿的時候 這位紐西蘭青年 他說 他很想要在台上唱一首歌 然後他那時候唱給我們聽 我現在真的有點不記得 但是那是一首 就是 紐西蘭原住民的 就是 原住民的歌 那那個 他就只流傳在 紐西蘭的某一個小島上 然後那個小島 他可能就漸漸的 漸漸的 就因為氣候變遷而消失了 就是氣候變遷這件事情 它影響的不是 一兩度我們開個冷氣就沒事 它影響的是 可能一個文化的消失 對我們來說 就只是一兩度 一兩度C 關個冷氣開個冷氣 但是對於尼泊爾來說 是一兩座山 所以行動的理由就是 有一些事情 是不能被忍受的 好接下來呢 其實就是接下來這一部分 就已經 就是雖然時間一分鐘 就已經沒有 沒有 沒有關係 好 就大概再講一下我們就是 TWIC 台灣青年氣候聯盟接下來 做了一些事情 我們透過 就是參與聯合國 氣候變遷會議 然後不只改變青年 我們就漸漸的也能夠 真的去改變這個會議 那就是去年 我們和孟加拉 孟加拉是一個受到 就是氣候變遷非常 影響深刻的國家 我們和孟加拉一起舉辦的一個會議 然後 就在討論當地 就是受到 就是 氣候變遷影響 然後 調適的狀況 然後他們 他們資金的狀況 這樣子 然後 我們也能夠真的在這個大會上 發展影響這個大會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希望在台灣 因為畢竟氣候談判 是一個比較有門檻的活動 我們希望在台灣 只要所有人 希望能夠為氣候變遷做一點事情 就能夠做一點事情 所以我們在台灣 就和其他NGO合作 然後並且 我們也有在今年的7月 有一個大型的 氣候行動培訓營 叫台灣Power Shift 為什麼叫台灣Power Shift 因為Power 它代表的是力量 我們希望能夠把力量 轉移到所有人的手中 我們希望 它也代表的是能源 我們希望能夠把 不乾淨的能源 Dirty Energy 把它轉換成為乾淨的能源 所以叫台灣Power Shift 然後最後就是我要分享 是行動的目標 兩秒鐘 行動目標就是 成為自己想要看到的改變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所以希望與這邊的大家共勉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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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можете icons按鍵 先下來 一 兩 四 三 五 二 一 三 五 Você